我在随机寻找这个图样啊 现在已经是在Venice Beach附近了 这些都有啊 看这些啊电箱都被划成这样了 就很多 坐别林 我觉得这是最多的 这就是那个著名的Venice Beach的入口 它有个标志新的东西 啊就是这个 这个牌 啊这很多图样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 找个地方停车 这有个毛餐厅 啊这这这 找地方停车 这有 这是一个Leak Store 餐厅 White Man Cannot 啊 这房车都换的 这房车都换的 你看这个 电信还是电的那个箱 换的 我还是找一个人少 我刚刚把车停到这个地方刚好有位置 我带了这个滑板啊 我带了这个滑板啊 我带了这个滑板来拍 待会我可以拍一些 呃 比较顺滑的一些镜头 哎 希望 我已经找定了一个鱼鱼 就在前面了 就在前面 看 这 从画面来说我们能看到野猪 然后 这有一只牛 下面有一只牛 啊拖着马车 啊 马车是很古老的那种马车 啊 上面写了什么文字呢 现在写的写的什么 不太好认啊 rock 啊 rock 什么oak 那个是什么 看不出来 还有这些垃圾桶 都是被画了 然后写的是什么 嗯 就是涂鸦很多文字啊 它是那种 嗯 也是不太好认的 然后这边写了很多文字 看看是什么 能不能看出来 rip air rap triks triks the norm 什么 然后这边 啊 看不出来 Jazz 这应该是个名字 Jazz has a lip Kingston 嗯 嗯 嗯 这下面我不知道是不是落款 就是他们画的 然后这是一个 呃 tattoo 文身的一个店 所以正面墙是属于它的 也有可能这就是他们请人画的 或者就是他们店的人画的 看这些细节 其实画一个这样的涂鸦也不容易 那么大啊 啊 有一些是非法的 也就是说可能这个 呃 property的owner是不同意你去画的 那有一些的话 可能是你请 呃 有人请他来画 那就不一样 他可以慢慢画 那像有些人不同意的话 那你就得偷偷画 所以像这种要花时间比较长的 我估计是有人专门请他画 或者说是就是呃 同意他画吧 然后我刚才问了一下 这个在tattoo这个店里面工作的这个人 他来自俄罗斯 然后他他说不是他们店的人画的 然后呃 他也不知道是谁画的 他说可能是这些人在这附近 Venice这附近都会到处去画吧 所以说不太清楚 刚刚我google了一下去查了这个作者 Jess Hayslip 那他是一个 应该是蛮著名的这个涂鸦的画家吧 他在2012年在这里画的 他的涂鸦的名字叫做 The Heart of Oak Mural 嗯 这后面有这个名字 这个就是Oak 然后这株遮住了The Heart of Oak 他来自科罗拉多州 十三岁就搬到了Santa Barbara 之后来到这边 应该 以后我继续拍的话 可能还会看到他的作品 因为他把那个名字数名 数得那么清楚在这里 我估计他不止一副 希望以后还能看到他的作品 今天的涂鸦就介绍到这里 然后我们继续再去找其他涂鸦吧 那我们在一起 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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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——YK 中文字幕——YK